正式版本 好呢 現在是在這個 東四走路兩分鐘的二樓這邊 然後 這裡是一間房間 先這樣子 然後消防這樣子 冷氣是比較舊一點 2009年 2009年的房子 然後外面看出去 看出去的話是大馬路 其實這房子在一條巷子裡面 那看出去是大馬路 而且關起來 因為他可能做 這已經是雙層模擬了 然後再來做 這單層喔 單層 然後這裡 這也是單層 可是這樣變雙層 然後隔音就變得很好 好 然後 這邊也都有貼 貼這些紙 好 這樣子 好 然後這裡 這樣子 氣 好 這邊也是弄成雙層 這邊也是把它弄成是雙層的 這樣子 好 小小的 然後這裡 房間還算蠻大的 其實這裡我不明白 有可能是因為 被 這個陽台擋到的關係 所以他只弄單人床 不然如果其實 感覺雙人床也可以擺啊 雙人床也可以擺啊 就是走 走這個小床套去陽台這樣 也許不方便吧 好 然後這邊 這邊是 OK 看一下這冷氣 這冷氣也很舊的 應該也差不多吧 2006年 2006年的冷氣 然後這邊的陽台 這也是給他弄雙層 我發現他這樣弄的好處 不吵到別人也不會吵到自己 因為做民宿有時候會很吵 這個陽台就比較深了 就出來 外面就是我們這條小巷子 然後外面就是大馬路 好 然後這邊是一樓 一樓的廚房 然後這裡 這裡外面 外面是這樣子有個小空間 可以在這邊抽菸的一個空間 這裡也是用 也是用電 也是用電 然後這邊是洗衣機 洗衣機跟洗面台 再過來 再過來這裡 就是浴缸 然後總開關在這裡 上面放一些方向劑啊 然後下面吹風機 跟那個 毛巾 這裡也是放毛巾的地方 這裡 這裡應該也 這裡是放一些雜物的地方 然後一樓這裡也有一間 房間 這間可能會比較適合 有 有那個長輩一起過來住的話 他睡一樓然後一樓又有浴室這樣子 然後因為他的廁所 好像也都集中在一樓這裡 他的廁所在這裡 在一樓在這裡 變成是二樓如果要弄一間廁所的話 就要在另外自己弄 不然現在就是只有一樓 但是這樣子對長輩來講 我覺得方便很多 然後樓梯是在這裡 然後樓梯是在這裡 繞一圈喔 這樣子 看一下 這邊 這邊 這邊是滿乾淨的 然後看一下他 目前的 目前也都留在這裡 只是有一點髒欸 可以用是可以用啊 只是 感覺這下面 這裡比較髒一點 如果我是客人 也是有可能不敢用 這樣子 然後看一下這裡 杯子 就是有一點點的杯子這樣子 好 案子在這裡 然後從這邊 往這邊走 我們現在走去京都車站 那我們先去那個好了 先去這邊的車站 走兩分鐘 走兩分鐘 這裡是東四 東四 東四車站在這裡 這邊東四車站 然後東四車站呢 在這裡 好 過來 東四車站旁邊就是我們家的 然後 直走 你看上面就已經寫京都車站 京都車站 只要左轉就是京都車站 然後直走的話 走大概十分鐘是那個九條車站 九條車站 那我們現在要去哪裡呢 我們現在去 那個京都車站 直接走去京都車站 從這邊東四這裡走啊 走 大概兩分鐘 就先到我們的案子 走兩分鐘就到我們的案子 OK這裡 這裡 這裡就是我們的案子 這裡 走到底這個黃色這個就是我們的案子 就在旁邊而已 好 然後我們從這邊 再往前走 這裡 這裡就是商場 這一棟就是商場 還是買這一塊 買這一塊來蓋 這個點還蠻不錯的 好 走到前面這裡是商場 然後商場一直直走 就是到那個 京都車站 我們先來看這裡你看 這裡是那個 新野集團的 新野集團的飯店 那剛剛有問賣主的原因 因為其實我覺得那些 以目前來講 他經營的狀況 欸還蠻好的 還蠻好的 那我也有把它拍下來 把他的經營狀況都拍下來 就是近期的 5月6月7月8月9月10月 5、6、7、8、9 半年了 就是半年的營運狀況 都告訴我 他是跟我說 主要恢復大概是在今年的2月份 恢復的 那恢復了之後呢 其實目前來講 以前在疫情前他做的時候 都是中國人 6、7成都是中國人 那現在少了這一塊 現在中國人都沒了 都是西洋人啊 或者是 韓國人 然後 泰國人 他說 東南亞的 跟西洋的 是佔多數 你看這裡就是 剛剛那個商城 很大一棟 然後 然後 東四 這個是真正的東四啊 是寺廟啊 剛剛那個是車站 東四車站 我來看一下這個路線 哇這路線也是蠻多的耶 哇這路線也是蠻多的耶 不想 不想走路也可以坐公車 到 京都車站啊 那種 然後東福寺啊 那些寺廟 也是可以 這棟有夠大洞 好走到前面 超過這棟 百貨公司 這裡不是百貨公司 這是 購物中心喔 超過這個購物中心之後 再右轉 就到 京都車站 然後現在又已經在做了 我是覺得 如果是我的話 直接直接下去 真的 如果是我的話 每個人不一樣 華哥 華哥大樓 好這邊 右轉 欸這邊人可不可以右轉 人好像要從剛剛前面那邊 就要先過馬路了 人的話好像從這裡過馬路 不太通 然後橋的另一面還有那個 電器商城 而且是很大一棟的電器商城 欸這裡可以過 OK 八條通 後面那邊是九條通喔 所以我們剛剛原本是從九條通走來這裡 八條通 那九條通那裡就是九條嘛 九條車站 要再繼續往前喔 他說還會走 七分鐘 還會繼續走七分鐘 有那麼遠嗎 這裡不就是了嗎 對啊這裡不就是京都車站的嗎 欸我們 欸這裡有這個 喔京都車站走三分鐘了 對啊 我們現在在這裡 京都車站在這裡 好我們只要過來這裡 這裡就是京都車站 就是 就前面這裡這裡的 前面這裡的 好我覺得地點是 這個這個點好啊 我們 只要這樣子 走過來 走過來 大概在 大概在這裡 然後這樣走進來 房子在這裡 然後下面呢是 東四 就我們剛剛這樣子走來 這裡就是東四了嘛 然後往這邊如果一直直走的話 這裡就是九條 但是 其實 因為我們走也大概 十分鐘就到京都車站了 如果是我的話 我反而又更少利用九條 我是直接來京都車站 京都車站這裡又可以直達美田 直達美田 那你這裡一樣也有 一樣也有地下體啊 這個烏丸通這一條 對不對你看 九條這裡就是走烏丸通啊 除非我要往下走 我要往南走 如果我要往南走 我才有可能 去做地下點 不然的話 其實我就是走 來京都車站 京都車站來坐車 京都車站就有很多條線了 所以我可以在這邊做選擇 最好問 OK 而且 京都車站本身就是個景點 我覺得這是蠻重要的 京都車站本身就一堆人在京都車站拍照 然後京都塔 對不對 那再上來 再上來又是本院寺 東西本院寺 甚至從這裡 你看這裡是東寺對不對 這裡是東寺 東寺也是世界文化遺產 也可以來我們家就在這裡 從這裡走出來往東寺這邊直接往直走這裡就可以到 那或者還有這裡這裡是什麼呢 這裡我覺得這個景點算比較冷門喔 比較少人去水族館跟鐵道博館 可是我自己其實非常推薦這個鐵道博館的 有小孩的話來這裡真的是非常棒 鐵道博館這裡 那從這裡也是可以直接走來喔 你看從這裡 我們家在這 出來 往直走 好走到八條通 八條通就是我們現在這裡 這裡之後 往左轉 左轉就是那一條 那一條進去之後 就是到這裡 就是到鐵道博館這邊 那你如果從八條通這裡往 右轉 右轉呢 就是到我們這裡 京都車站 就是到鐵道館的人 但是我們在這裏面的人 吃到鐵道博館他 煮一個人 超級跡道博館會 掛館他 哇 超人 人 人 最後まで見てくれてありがとう グッドボタンも押してね チャンネル登録よろしくね 他の動画も見てね バイバイ